纵观历史,女性在引领和塑造她们国家的时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带来的和平,一些引发的战争,一些女性领导人的统治时期经济繁荣,也有些则让人民处在贫困和动荡中。 三月是妇女历史日,我们庆祝妇女及她们,在引导世界进程中起到的作用,我们列出了一些最重要的女性世界领导人,其中一些可能你并不熟悉,所有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她们都带来了勇气,智慧和塞人民最需要她的时候领导她们。 1.哈克谢普苏特 我们都听说过埃及艳后,最有名也是最后一位埃及法老,与凯撒尤染,随后还与凯撒的指挥官之一,马克安东尼尤染。 但在克里奥哈特拉埃及艳后之前,埃及还有一位统治者,名叫哈特谢普苏特,他仍然被视为是最伟大的埃及法老之一。 哈特谢普苏特统治期间,公元前1478到1458年,建立起的贸易网络,给埃及带来了大量财富。 通过资助展览会,为埃及带来了新的商品和服务,筹划了全国数以百计的建造项目。 在他的统治下,埃及人民走向了和平和繁种。 2.阿尔克米西亚仪式 阿尔克米西亚仪式被吸引前480年,乌亚交接安纳托利亚地区,卡里亚小王国的女王。 他曾与波斯国合作,共同进攻希腊。 他在许多战斗,亲自指挥五个海军军舰陆侵希腊。 阿尔克米西亚,在他的统治时期德高望重,他充分表现了一个女人的勇气,果断和智慧。 3.征氏姐妹 在公元40年,征氏姐妹领导人民对中国政府指汗筹,在越南的侵略发起反抗,通过一起努力下。 这两位20岁的女人,建立起了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他们父亲的指导下,交给军队使用武术和战术。 征氏姐妹的军队,让当时的中国政府着实惊讶不已,有效地保护了他们的国家。 由于征氏姐妹,越南在中国政府,再次入侵越南之前,清历三年的和平时期,自主行使自治权力。 4.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的统治时期,一直非一不断,作为亨利八世与安妮柏林的孩子,他的母亲安妮柏林因汉密最处死。 伊丽莎白被宣布为私生女,伊丽莎白因此不得不进行斗争,为日后掌权斗争。 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她给这个国家,带来了44年的和平和稳定。 5.尼瑞莎的阿米娜女王 当阿米娜公主的哥哥扎利亚王,现代的尼瑞莎中北部地区,在1576年去世之后,阿米娜担任了皇后的角色,在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 但阿米娜女王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她意图增加自己领土的大小,因此她煽动了许多战争,亲自带领着自己的军队浴血奋战。 获得了女王战士的称号,阿米娜女王统治了扎利亚34年,直至她死在了一次战斗中。 6.伟大的凯瑟琳 叶卡捷琳曼二世,也被称为凯瑟琳大帝,从1762年开始统治俄国,直到1796年去世。 她是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者,在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被暗杀之后,凯瑟琳开始掌权。 在她统治期间,凯瑟琳在帮助扩大俄国的领土和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她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力的大国之一。 7.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从1837年开始统治,英国直到1901年她去世。 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超过了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她统治近64年,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 英国的工业、文化、政治、科学与军事都在蜘蛮增长。 8.慈禧太后 作为咸丰帝的妃嫔,慈禧生了一个儿子,童治帝。 在短短几年里,设童治帝为皇子,因为他的儿子才五岁。 慈禧垂帘听政,同志皇帝患为独头死亡仅仅二十岁。 慈禧则他年轻的侄子,光绪为新皇帝,继续他垂帘听政。 慈禧在当上皇后之前唯一的工作,就是侍奉皇帝。 从1861年到1908年去世期间,有效统治中国近50年之久。 慈禧太后在1902年,也负责过禁止蝉租的活动。 9.英迪拉甘地 英迪拉甘地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开国总理的女儿。 作为在他父亲任期内的私人助理,甘地在印度政治方面很有经验。 1966年,甘地成印度到目前为止,首个也仅有一位的女性总理。 她连续三届负责印度事务,直到后来她被自己的两个保镖按杀。 甘地领导了印度与巴基斯坦开战。 在孟加拉国的创建,农作物多样化,减少国家贫困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0.陈尼特·罗森堡甲根 陈尼特·罗森堡甲根,在一个芝加哥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长大。 她曾经梦想有一天,她会成为第一位女总理,一位男,美国,加总统。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在库克郡医院做学审护士时,认识了来自龟亚纳的切笛甲根。 两人结婚后,她与身为印度劳工后一个丈夫回到龟亚纳。 甘地领导和她丈夫积极参与当地政治,并且帮助龟亚纳取得独立。 龟亚纳自18世纪以来,受英国殖民统治12.安格拉默克尔。 2005年,安格拉默克尔击败了当时的德国总理施诺德,成为德国的守卫女总理。 她在2009年和2013年再次当选。 在她的任期内,默克尔被称为乌盟的架构师,帮助创建了一个联合的欧洲共同体,有助于欧洲各国的经济和政治。 顺便提一句,当她在2013年得知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了她的手机后,默克尔在此后的多国政治峰会上,当面斥责美国,并生成,间谍,朋友是永远不能接受的。